HELLO 大家好,我是Kathy 今天帶大家來到河背水塘一起走竹林 這個竹林也被形容為香港一個很出名的景點 就像日本的南山竹林一樣 來這裡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去到錦上路站 然後坐71號小巴來到河背村的村口下車 是一個總站,所以不需要轉車 第二個方法就像我們一樣 我們坐巴士去到大南交通交會處 然後在橋下直走 就會去到一個71號小巴的站 如果八通比是6.3 如果用現金比是4.4 如果想便宜一點,就記得留意這個提示 我們OK就出發 因為我們今天平日來的關係 都不是太多人 那個指示都算很清楚 坦白說這條路一定不是我們一般 平日加樂徑的那麼平的路 比較接近民居多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就一直向上走 就會去到我們想去的地方 剛剛那條斜路走上來大概五分鐘的時間都不用 所以就會看到後面這個平原 那些人都說是其中一個需要打開的地方 不過我今天這樣看來我覺得就還好啦 所以有興趣也可以在這裡看休息一下 但也不是這個正式休息點 我們繼續走 沿著斜路走,終於來到正式的休息點 就在前面而已 在當下處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路牌 向右邊走多半個小時就會到達河背水塘 這裡有汗漆,有需要就解決了 嘩,開始這個位置有一點點的竹 好有去南山的感覺 有點錯覺 不過很多人,所以我們慢慢走 都不用急 經過清貼有機農莊 好可惜今天沒有開放 所以我們就繼續向前走 看到這個路牌 左邊那條橋就是啦 這個河背水塘 就是全港唯一一個S型的水塘 它純粹是一個灌溉溶水 但是這裡,雖然它的面積比我想像中比較小 都沒有,例如城門水塘那些這麼大的規模 但是我覺得這裡,勝序是很舒服和很寧靜的 而且人都不算太多 就是後面有少少人 前面也有些人 但是整體來說,這裡也不必的 都挺推薦大家過來,走一下 輕鬆一下 這個位置建議留10分鐘打卡就夠了 時間差不多 我們快點起程去今天的重點吧 好,那經過剛才那個S型的河背水塘之後呢 我們來到後面這個河背水塘加樂徑 再繼續向前走呢 應該就會看到我們的竹林 就是我們今天要去的目的地 然後後面這位呢 就是超美的一個河背水塘的竹林 這個位置呢 我也建議來打卡的 剛才已經超級多人在這裡打卡 我等了很久才有這個空檔去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位置 現在就跟我一起進去吧 只有一條直路,繼續走就會到了 走了大概10分鐘就到了 現場欣賞絕對比拍片更好看 好,我們終於來到這個港版的藍山 真的很漂亮 有一種自身於竹林的感覺 非常好看 大家覺得漂亮嗎 我們會繼續在這裡打卡 都很漂亮,很舒服 這條路雖然只有短短幾十米 但足以令我們流年忘返 這條港版的竹林 都沒有令我們兩個失望 我覺得這裡很漂亮 真的有點像藍山的感覺 這條竹林都很貌密 而且整個地方不會有很多人 不過如果有人來拍照 就要排隊等一等 還有很掛念日本 是的 來到這裡更加有些流水聲 令我們掛念日本 我想快點回去 對呀 我們唯有當義的 現在是去京都 現在我們走回去 離開剛才的竹林 去回河背水塘 因為整個水塘連這個竹林 就像圓形一樣 唯一一個圈 就會回到出口 即坐車的位置 來到尾段的位置 有條木橋 配合兩旁的植物 有種自身熱帶雨林的感覺 如果附近都沒有人就打卡 效果都不錯 今天我們這個河背水塘 配竹林的VLOG 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你開心嗎 我開心 總括來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簡單 而且很適合一家大小 來走的一個水塘 因為它條路很平 也看的景色 也算很多 有兩大重點 包括第一個河背水塘 還有第二個竹林 我們今天的VLOG就到這裡 希望你喜歡 喜歡的話 留言給我 讚好 分享給朋友 記得訂閱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